第二个问题 共修主有些同修 每天共修白化佛法 念小房子和出续红法 但出续红法不推脱 没有时间要上班还要管孩子 但对放生却乐此不平 每个星期要放好几次 他们认为放生是最大的功德 即财布施 法布施和无畏布施与一起 能消很多的业障 对待这种情况 我们该如何对答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灯光怎么暗了 叫他们检查一下 好 不要关掉了 又不知道是谁出的点子 像一般这种收点子 都是我们东方台的罗宾师兄出的 就那个胖胖的 你刚刚讲 就是说有人喜欢放生 对不对啊 对 但是有人喜欢什么 就是 问题是 就是 会不喜欢念经 对不对啊 他喜欢念 共修白化佛法 念小房子 但是出去红法 他会做没有时间 但是他放生 他很愿意的 他觉得因为放生 以财布施 法布施和 未布施与一起 要记住 放生 虽然是 财布施 法布施 我也不是一起 但是 他的功德 还是不大的 如果你放很多 功德会很大 如果你放生的功德 加上你念经的功德 可能 功德更大 所以 任何一个偏执 追求某一点 可能都会让你 不能得到 原容的智慧 和 缺佛的包容 和原容性 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开示